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这个后面的留言下面跟了一个留言 怎么说的呢 在我的回复朋友留言下面 他又跟了一个留言 这个朋友跟的留言是 说不要误导 不要误导 你的人品没有问题 但是呢 你的这个方法 你说的这个 说的这些东西 你聊的这些东西 会误导别人 会误导别人 我今天呢 这个视频呢 我们想回复这一位 说我误导别人的这个 回复这个 讲我误导的这个朋友 好 首先我们来回明确一个问题 先明确一个问题 就是首先呢 我们把说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用对错 我们不用这个误导 我们不用欺骗 这个这些词汇 因为这些词汇 它是空洞的 它不是实际的东西 那么那位朋友问 打人的时候用不用力 要不要冲 我的回答是 打人的时候 是可以用松 是仍然要松 那么 这位朋友说 那你是误导听众 那你说误导听众 你把误导这个词去掉 然后你说 打人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松 你不能松 我是假设的 这个你说 你不能松 你应该请 道理是什么 你把这个道理说出来 我听了 我感谢你 对不对 因为我从你的 从你的留言 从你的道理中间 我能学习到一些知识 学习到一些方法 而且 只要看到这个视频 也都能学习到 你的好的方法 那么 你的好的道理 你不说出来 你不把你的方法说出来 你不把我这个方法 错在哪里说出来 你只用这些词汇 说你不要误导人了 你不要误导别人了 你这是误导 误导这两个字 是空洞的东西呀 对不对 我们说的道理 大家应该明白 那么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 那么 打人的时候 为什么也要放松 对不对 为什么也要放松呢 这道理 就是对于这个 学习太医拳 学习一段时间的人 我们说学习 你真正有体会的人 是很明白 因为你的力量 是通过松出来的力量 你越松 你的力量会越大 是从这个角度上说 打人的时候 一定要放松 不放松 你的力量是出不去的 这是从这个角度上去说 对不对 所以 这位朋友呢 就是说 一言以蔽之 他就用一句话 就覆盖过去 不说道理 这个方法呢 对于听众来说 没有好处 也对于我 对于听众 它没有什么作用 就是说好处吧 对于没有不起什么作用 对不对 那么我们打人的时候 也要放松 就是我这个劲 松出去的 这个我打人 打人 打人 我是这样打 这是肌肉紧张的打法 那我现在是松出去的劲 是筋膜拉开 松出去的劲 这是太极的特点 它是由太极这个全种的特点 特殊的全种决定的 不是 不是 凭脑子去想象的 你打人的时候 你要不松 我说 我现在假设 假设我现在打人的时候不松 打人的时候怎么能松呢 好 那我现在用劲 不松 我紧 我肌肉都要紧 那大家反过来想一想 如果太极拳打人是用紧张的肌肉来打人的话 那么他和其他的武当少林没有区别 他和拳击摔跤格斗都没有区别了 那你练太极拳干什么呢 没有必要练太极拳 那么太极拳它是一个特殊的拳种 我们以前说过它和正常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你想打人你能不用劲吗 这是正常的思维 这种正常的思维 它就是违反太极拳的原理和原则 它跟太极拳完全分马牛不相提 就跟太极没有关系 你打人的时候你不松 你紧是可以的 但是它和太极拳没有关系 如果你练的是太极拳 你劲是松出去的 松出去的劲 那么松出去的劲 那么这是太极拳 我们民歌聊太极 民歌聊太极 聊太极 你聊的是太极 不是别的东西 你那个东西不是太极了呀 对不对 那你就不如你直接就去举重锻炼 把肌肉锻炼大以后 然后练一点赵灵武当的拳就可以了 你不必要练太极拳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讲的这种 说要打人的时候也要松 是道理在这 那么你有很多听众 一部分吧 一小部分听众 他听了以后 他就直接说 哎呀太极就是骗子 哎呀太极 那你这是错的 错在哪里 有的朋友很好 有的听众 听众朋友 有的看这个视频的朋友 他呢很有道理 他会说 你如果松的话 那么你松的话 怎么会有劲呢 劲从哪来呢 那我觉得这个 还是打人的时候 要紧一下 好 他把这个道理说出来 那我就会回复他 那么你这个呢 因为你 你紧的时候 是劲 但这个劲不是太极的劲 我现在松出去的劲 是太极的劲 太极的劲要比正常的 思维的那个劲 要威力要大 大多少 那是看你的功力 功力的大小 你太极功力大小 你练太极的功力 好 这是我们回复朋友留言的一点 我回复这个留言的 我先声明 恢复这个留言的目的 不是不让大家留言 不是说大家留言不好 非常欢迎 非常欢迎大家留言 你不留言 我在这聊什么呢 我们就是交流嘛 交流自己的思想 民歌聊太极 就是和大家进行交流 不是去说教 去上课 不是给大家上课 就是一个交流 所以不存在 这个说谁的留言好 谁的留言不好 不存在这个东西 我们只是借这个机会 说一下放松 为什么打人的时候放松 它力量是松出去的 是松出去的 它不是 它一松以后 它脚底下的劲 才能到手上 它不松的到不了手上 这个 就是你当你有了节节贯穿的感觉的时候 你就会理解 很容易理解 应该说这个问题 它在太极拳的这个思想当中 应该在太极拳的学习当中 它还不算一个高深的境界 在太极拳里不算高深的境界 充其量是入门 这就是你太极拳只要入了门 就能就很容易理解这个问题 那你要是没有入门 你就理解起来很困难 因为你节节贯穿 周深一家的这种感觉还没有 那你很难理解这个问题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回复朋友留言呢 我们今天呢 就聊到这里 那么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每天都可以留言 交流 就是像我说的一样 我们交流的时候呢 你把道理说给我听 我觉得有道理 我就从你那里学习到东西了 而你呢 就是不要用那种 这个空洞的词汇来 说这个问题 你空洞的词汇说 没有益处 就是没有好处 没有 就是说别人也理解不了 也理解不了 对不对 比如说你说 啊你是误导 我误导 我怎么误导的 我怎么 这怎么是误导呢 我不明白啊 你把明白说出来 把这个误导的词去掉 你说 你欺骗 这欺骗这个词去掉 整个欺骗的 你把这个道理说出来 你骗钱了 你根据在哪里 你骗谁的钱了 对不对 你骗多少钱 骗谁的 在哪里 在哪里住 叫什么名字 你证你欺骗 对不对 你一见到太极 你就不能说 哎呀太极就是骗的 这就是什么呢 他自己不练太极 他不知道太极 那么不知者 他不懂的人 还好说 因为他不懂嘛 不知者不问这 不知者不问这 对不对 我一直都说 我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人 我也是在交流 在聊的过程当中 向朋友们的留言中间 我能学习到很多东西 不是 所以说 不是说谁的留言 好与不好 没有好与不好 对于错的问题 欢迎大家留言 谢谢大家 好 再见了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